好 我们就开始吧 开始吧 就今天主要是讨论讨论那些City 我们看一下 首先要提醒大家在明天有晚车 哎呦 大家听了就烦了 是不是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这些东西分数哪里来 所以记得是明天下午1点到2点之间 所以你不要迟交 然后超过2点那个东西会关闭 到时你要补测的话 你还要申请什么之类的 也比较麻烦 而且补测的同学分数不能够按100分计算 所以你肯定会比较吃亏的 肯定会比较吃亏的 就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少数几个我该算了 有5个 有其中两个班 还有一个班两个 另外一个班三个 等下我再把名单发给肖老师 记得每天都有扣分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不在这里 再不补浇 非常的抱歉 你只能够看这里的分数 哭吧 OK 就这样子的 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就这样子的 你 OK 我就不讲太多了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这个是昨天138面 因为有些人的课本是这个题目 有同学拍给我了 我的题目跟这题不一样的 这题答案应该是 他题目问什么 你可以他是这样子的 其实这张图的就是你看 S轴是关强度 Y轴是二氧化碳吸收量或者是释放 他问你B点的时候 B点二氧化碳释放量跟吸收量是一样的 那表示说什么呢 这时候答案就这个 所以这题这样子就 有些人课本是这个的话 你自己看一下这题 好 我接下来证述之路 今天要讲的就是课本的习题 讲完就可以收工了 然后好好准备了明天什么 看有人说有地理测验 还是生物 这么好 我接下来一题一题来看 就可能比较容易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讲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ATP是什么 ATP他是有五碳糖 这他五碳糖是和糖来的 五碳糖 然后含氮碱剪基 我不知道怎么化 含氮碱剪基 可能是AT等等之类的 对吧 都学过 然后他有磷酸 磷酸 还有磷酸 就是三个磷酸在这里 这个就是ATP的结构 记得这个糖是和糖来的 这个糖是和糖来了 好 就这样子 所以说这一题答案相对来说比较直接 我答案也给你们了 对吧 所以我就快一点点 可能这一题会有比较多问题 因为这一题你要你要看清楚 很多同学一看到这个曲线 可能会有人是不是有人 是不是有人答案选错了 这一题答案原本是什么 这一题答案是第一 可是一定 一定他题目为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题目是什么东西呢 他说不合理 记得不合理 表说就是说 下令哪ABCD哪一个是错的 我们一起来研究 错的 OK 首先它是一个反应的 AB两种物质 可能其中一个是煤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可以通过我们就发现 A从头到尾 这种事情 它结构就是它没有裂开 不像另外一个BB 原本是一体的结果 居然裂开两半了 裂开两半了 这样什么我们可以推测 A是什么东西 A很明显的是美 对吧 哇有点难写 OK B是什么 是底雾来的 底雾来的 对不对 所以就这样子判断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AB表示二态 什么是二态 两个氨基酸组成的东西 这个裂开之后 变成两个氨基酸 那B是不是二态 很合理 很合理 然后 A跟B结合之后 A的形状会发生变化 我们有学过吗 酶的作用方式 有契合模型对吧 诱导契合模型 所以酶的活性部位 会胃了 底雾而做出一些改变 所以说这句话 也是很合理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题难的地方是在C跟D这两个地方 到底是怎么判断C跟D这两个地方 难在这里 首先我把这些东西查掉 我太多太乱了 随着时间 随着时间 氨基酸的量不断的增加 为什么随着时间 氨基酸的量不断的增加 是因为二态不断的被分解成氨基酸 可是到了最后 为什么会有一个最大值M 到了M 假设说是100了 到了100了 我们用100了 或者是M OK 为什么不再增加了 随着时间再增加 它氨基酸的量不再增加 最重要的原因是氨基酸的量是有限的 假设说可能它的二态就50个二态 50个二态只能够形成100个氨基酸 这样主要这个M就是100 就是会看你给几个氨基酸 所以这出现C的原因是 它给的二态的量有限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适当降低温度 M值不变 这句话也很合理 为什么呢 他讲适当的降低温度 是没有降到很低的意思 降低温度之后 温度降低 煤的活性怎么样 煤活性怎么样 降低 但是他有在做工吗 有的各位同学 所以说有在做工的话 最后原本是50个的二态 会不会最后最后也会形成100个氨基酸 这样子的话 M值会不会变 最大值会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说这个曲线可能会变成这样子 OK 因为温度太低了 它比较慢达到最大值 这样的好慢 好慢的好慢的好久 终于到最大值了 所有的叫二态都被分解形成氨基酸 所以它是这样子曲线 是对的 然后CD为什么不是煤的最大而煤的数量有限 不要误会 只要这样子的图都是因为煤 刚才已经解释了 对不对 除非这个改成这里不是时间了 改成底屋 底屋 这个是煤的数率 还是反映的数率 反映的数率 这个就是课本的图 所以说这个不是课本的一个图 底屋外走是反映数率 所以说这题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会陷入这个线 你觉得答案应该是底这句话错了 为什么不是煤的数量有限 而是底屋的数量有限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过氧化氢在不同条件下被分解的曲线 你会发现没有加煤的 没有加煤 它也会有反映 是不是只是比较慢 加了二氧化我们反映稍微快一点点 你看比较快达到最高点 然后加过氧化氫煤 好迅速就达到最高点 因为过氧化氫分解之后会产生水跟氧气 所以说氧气的量有没有反应 所以说它是X轴是时间 Y轴是二氧化它的量 所以说你会发现过氧化氫煤 有煤的是最快的 接下来看一下 自然状态下过氧化氫也能被分解 可以看得出来吗 可以看得出来没有加煤 只是比较慢而已 过氧化氫煤具有趋化活性对吗 他听不记得题目的 不合理就是说错的意思 这不能说明煤具有高效性 它效率比较高 你看一下 加了煤加二氧化门没有加煤 请问哪个最快 煤加入之后二氧化门 过氧化氫分解的最快 所以说这句话错了 应该说是可以说明有这个 所以说好 接下来我就不讲解了 就因为后面好像还有一些标准的题目 接下来 这个是什么呢 OK 其实你只要有认真看了我的PowerPoint 这题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是葡萄坛 就是等一下出了什么问题 好了 这题其实它是葡萄糖分解 就是呼吸作用对吧 呼吸作用 葡萄坛呢 还是不能画怎么办 等一等 电脑出了一点问题 不能画东西了 我不能画很难讲了 OK 稍微等一下 我再重新开过 该断掉Microsoft 出了一点点小小问题了 不过 先死了 OK 又回来了 又可以画东西了 稍等一下 好了 我们再继续 OK 第三题答案是C 第三题答案是C 可以说明了 应该有人问可以说明 这个实验可以说明过氧化氢煤具有高效性 因为它最快把过氧化氢分解了 所以说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继续 如果你跟不上答案的话 其实我答案有发给你们 你们看一下这个跑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葡萄糖溶液 它用标记 它是有放射性的 然后具线形成叫什么 有14碳的东西 你放射性看的是应该是什么 还记得吗 葡萄糖分解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叫糖酵结 糖酵结它就产生了丙酮 相对来说比较直接一点点是不是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讲了 然后把水果放在蜂蜜的蜜蜂的地壳中 记得蜜蜂的话 表示它气体没有跟外界 它气体不太流通 空气不太流通 这样的话其实它目的是什么 这个应该答案应该是很直接 对不对 随着时间的增加 二氧化碳浓度会增加 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之后 水果的呼吸作用就被抑制了 对吧 水果看不到 好 现在看得到了 是吗 现在看得到了 好 看看漏了 就是我刚才讲到哪一题 就是这一题 等一下 是水果这题 水果放到蜂蜜的蜜蜂的地壳 随着为什么可以饱藏比较长时间 因为水果放到地壳中 因为水果里面的细胞还是活着的 因为它没有烂 所以说细胞还有活性 所以说这样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细胞会进行有氧呼吸 有氧呼吸分解葡萄 因为细胞要生活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二氧化碳浓度就不断的增加 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 它结果反而会抑制原本的呼吸 就说哇 这是这招太绝了 因为它空气不太流通 是吗 所以说二氧化碳浓度增加 这样子的话 抑制它分解 是不是它可以保长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这一题就这样子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无氧呼吸特有的 OK 有氧呼吸跟无氧呼吸 巨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有氧呼吸有产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都需要多种煤苍鱼吗 两个都要有很多种煤啊 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都有释放二氧化碳吗 有氧呼吸肯定有了 无氧呼吸 要看哪一种是不是 如果是一种是有了 对吧 酒精发酵 就有 如果是乳酸发酵 就没有二氧化碳示范 生成大量的ATP呢 确实有氧呼吸 很大量的32个ATP 无氧呼吸呢 非常可怜 只有两个ATP OK 那可是呢 重点在于 这两个最最最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最大区别记得 有机物有没有彻底被氧化 其实真正最大的区别是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你有做了那个习题 以及那个讲义 你都会发现有氧呼吸的有机物彻底被氧化分歧 无氧呼吸没有啊 这个最大的区别在这里 OK 接下来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科技的就是你看二氧化碳的碳 它最终会变成什么呢 最终会变成什么呢 二氧化碳的CO2 最后就产生葡萄糖嘛 对吗 所以说二氧化碳的碳给了给了什么 给了葡萄糖 你注意看一下那个方程式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 然后接下来第八题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实验装置是这样子的 两个试管呢 里面都有二氧化碳 但是两个二氧化碳不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呢 左边A那个二氧化碳是 它的碳是18的 然后B那个的碳是 碳是16吗 就正常还是10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就应该是10 有谁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突然间忘记了 我的天啊 OK 然后碳是12了 12跟18差那么大吗 我有点晕了 有点晕了 OK 有点晕了 没事 OK 我们接下来水 A的水是普通的水 它的氧是正常的 它应该飙错了吧 这个碳哪里可能是18 碳哪里有18了 不要错了 我有点晕掉了 OK 应该 等一下 所以这个水是正常的 水就不是正常是普通的水 这个水的氧是重氧的 氧是比较重的是18的 因为一般上是氧是16 比较常见的 对不对 这个是18的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进行光合作用之后 接下来会示范出气体 A跟B 这气体 光合作用有示范气体 有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是 很明显的是释放出的气体是氧气 两边都是氧气 要记得两边都是氧气 然后A的氧气 OK 所以说请问它的氧气是二氧化碳的氧 还是水的氧 很明显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 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 其实是水那边的氧提供的 氧那边提供的 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子的话 这个氧气 它是16的 就普通的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氧气 还记得吗 光合作用所形成的氧气是哪里 水 这里的水是种水 还是18的水 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OK 来比较一下 OK 两个都是两个吗 所以说16比18等于 8比9是这么来了 然后这个题目应该有错 碳哪里有18了 我就我是没有看过 然后害我有一点穿肩晕了一下 OK 他应该是没有18了 题目应该是错了 错了哪里 可能有这样子 他应该把18放到氧气那边才比较合理 比较 有 有 只有几毫秒 OK 是我骨肉刮文 OK 好了 所以说这一题目应该就这样子的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题题目了 哦 这题题目底下ABCD到底是什么鬼的什么东东来了 为什么东东来了 OK 我们看一下 好了 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图你要看懂它 首先这个总图应该知道吧 这个图 三 其实是课本的几面 我看一下 这几面 就是昨天讲的137面 上面那个图三点四六对吧 三十三点四六对吧 然后它是随着光照强度 然后会有ABC这个点 然后 下面的是二氧化碳的吸收 底下是二氧化碳的示范量 这个图其实昨天讲过了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 然后只是重点是在底下 这到底什么东西 画得好好 你要去猜一下 你看一下 这好可爱的这种东西来了 哎 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来了 原来也是线粒体来的 OK 原来是线粒体来的 我们再继续 OK 我先把这题目讲完 等一下 你们对话框那边 我再一一回答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另外一个好可爱的东西 有两层膜的 哦 看起来像是叶粒体 所以说你要能够推测的出来 他们是什么东西才能够做这一题 OK 我们接下来带你看一下 这一题目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 这一个呢 ABC还是记得什么吗 B这个点是什么东西还记得吗 B你可以看一下课本137面 B那是什么呢 关的补偿点 什么叫关的补偿点呢 你可以看一下137面呢 关的补偿点意思是指 光合作用吸收的二氧化碳的量 等于呼吸作用示范的二氧化碳的量 意思是说什么呢 呼吸作用不是呼出二氧化碳吗 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的量 所有的二氧化碳 它正好被叶绿体拿走了 叶绿体拿走了 所以说 这样子的话 B这个点应该是ABCD那一张图呢 很明显的应该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案 为什么是C呢 刚才已经讲了 呼吸作用示范的二氧化碳正好完完全全被 光合最后拿走了 用去了 他虽说他没有示范到大气中 这个框框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细胞 就是这个框框把它当作一个细胞 这样子比较容易看待 OK 虽说他没有把二氧化碳示范到外面了 该内部消耗了 让我再看一下C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呢 C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啊 我看一下啊 C这个点是光的宝盒 什么叫光的宝盒呢 还记得什么叫光的宝盒吗 就是所有的业绿体 上面的所有的煤都参与那个叫什么 光合作用的是不是啊 这样子的话 虽说光照强度再继续 当然曲线化的有点歪了 就应该在这里指指过去比较好 OK 这时候光的宝盒点应该是哪一张图 ABCD哪一张图呢 他需要吸收 二氧化碳呢 哪一个有吸收从外界吸收啊 这里有吗 A有吗 没有 你看二氧化碳还示范到细胞外面了 这也示范细胞 只有D 有从外界吸收二氧化碳 因为呼吸作用提供了二氧化碳不够了 还要从外界吸收 所以说C这个点呢 是D这张图啊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啊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啊 接下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接下来 诶 题目问什么呢 A B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A段 我先来找出A A这个点进行光合作用吗 A这个点关照强度等于0 你要关照强度是A轴吗 他在这个Y轴上面呢 所以说A这个点 这时候是没有进行光合作用呢 没有进行光合作用呢 所以说你看A B哪一张图没有进行光合作用呢 明显的应该是这张图没有进行光合作用 看得出来吗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吗 就因为是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这个线粒体有吸收二氧化碳吗 没有 没有吸收二氧化碳 请问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吗 不能 所以是这么判断出来的 是这么判断出来的 OK 好了 那我接下来再来看 等一下 这样子的话 题目问什么呢 A B之间不包括A B两个点 应该是A B C D哪一个图呢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找到是哪一张图了吗 你看B C D我们都找到了 是不是啊 那就是B C D这三张图都有 这样子的话 最后最后A B这两个段 不包括A B两个点就是这张图了 就是这张图了 因为呢 这时候呢 请问心理体有进行光合作用吗 你看到吗 他有有一个键号过来 所以他有吸收二氧化碳 但是呢 因为光照强度实在是太弱了 所以说他会有一部分气体示范到大气中 或者说示范到细胞外面 所以说A B这两个那个线条 不包括A B的话 这两个点答案是A 好 这题就这么结束了 这么结束了 接下来先给大家一点时间 对刚才那些讲的选择题 还有哪一题问题 我看一下对话宽 我给你们一点时间消化一下 你们可以看课本了 看看 刚刚讲的那么多 到底因为等一下就进入做答题了 好我就看一下对话宽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看一下 我怎么知道 有同学问我看一下前面已经回答我 我就不回答我看剧型的问题 先立体在左边的东西什么 先立体哪里有左边有什么东西啊 等一下我先把这些红色的东西擦掉 这个是线粒体 线粒体的左边 左边有东西吗 线粒体左边没有东西吧 我现在圈的是线粒体 我现在圈的那四个是线粒体 右边是叶绿体 叶绿体 叶绿体 OK吗 叶绿体 还有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这几个选择体 这几个选择体 可以了了解了那就好 据说这样子的话 选择题1到9就这样子结束了 叶绿体里面神奇的符号 这个不就很像那个叫什么 类难题了 然后叠起来变成什么 记忆粒 记忆粒有够抽象 OK我看一下 好 好 我最后一题的CD 有同学有问题 OK 我我就最后一题题目了 等一下 这题题目是怎么回事呢 刚刚你讲过对不对 就是A那是煤对吧 B这个地方是什么 二胎 B是二胎 用滑鼠写 这真的好难 OK 然后二胎会分解成氨基酸 随着时间的增加 会会达到氨基酸的量会达到一个最最高的点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二胎 假设二胎有100个 不要用100个50个 我可以讲说二胎有50个 50个二胎 50个二胎可以分解成形成多少个氨基酸呢 100个是不是啊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曲线的M就是100了 如果我假设说二胎是画的够丑了 可以看一下 可是如果适当的降低温度M值不变 这句话是对的 为什么呢 想想降低温度 适当了 他只是说降低一点点温度的意思 他并没有说降到很低很低 低到那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到哪去了 所以为什么呢 如果把温度降低的话 它曲线的温媒的活性比较低 但是没有还能工作吗 还能 就好像你赛跑啊 你只是跑的没有那么快了 所以说这样子 他学的时间增加 氨基酸量增加很慢很慢很慢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终于到最高峰了 所有的二胎都被分解了 因为那个叫二胎的量是固定的100个 氨基酸的量就变成100 如果二胎是50个氨基酸就是100个 所以说它M值是不变的 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CD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酶 酶的数量有限 其实不是 为什么会有氨基酸的量 但最多只能够达到100个呢 假设刚刚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因为你给的什么东西啊 底物就50个嘛 50个 50个只能够产生100个氨基酸 所以说这一题是这样子 其实M是什么 M是一个未知数啊 你可以带什么号码进去看 要看M是什么的话 要看你给的二胎有多少个 就是B 假如说50的话 这里的M就是100 如果你给的B二胎是100个的话 100个二胎可以形成 200个氨基酸这里M就变成200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未知数的意思啊 而第七题是什么答案啊 哦 OK 第七题哪里啊 第七题啊 我答案是这个 这个葡萄 因为二氧化碳的碳会变成葡萄碳了 变成葡萄碳了 好了 底物跟煤都是限量物 有人有同时问第二题 底物跟煤都是限量物 哦 对了 这时候煤是固定了 假如给10个煤啊 但是呢 它迟早会把这些东西分解完吗 OK 哪里 一物不是吧 什么意思啊 啊 我我先讲下一个 如果有 有其他问题 等下我在 因为可能有些人已经都明白了 然后他可能要等着下课来 是 我先把 所有东西讲完 然后你还有问题 等下你再留下来 我们再把它解决了 好不好 我们先把 该讲的东西讲完 他OK 第十题 我看一下 第十题 做答题应该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是不是啊 做的 哦 老师 这边你可不可以 啊 什么 该谁讲话 可以再讲一下吗 Hello 哎 怎么没有人不见了 好 我等下我再回来讲第二题好不好 我先把这些讲完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已经等了好久了 就他可能都明白了 因为重复再讲的话 可能不是太好 没关系 我我我先把这些讲完好不好 就等下我再倒回来 以有真的不明白第二题了 我们再再把它解决了好不好 然后我先讲把剩下解决就是细胞器P跟Q啊 应该是应该是还还可以吧 你看P很明显的就是 P是什么呢 可以进行光合 然后就业力体吧 你看Q呢 是什么呢 是能够进行细胞呼吸 那肯定是 那叫什么 肯定是建立体 是吗 建立体 OK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SY这个物质怎么判断呢 SY这个物质呢 S呢 你看你看到 哎 光合作用产生一个东西叫S S又可以给到细胞呼吸用 哦 只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哦 因为糖类它已经讲了 它已经画出来就葡萄糖 其实这里的糖类就是葡萄糖嘛 那S应该是什么呢 那我们应该可以想到 是氧气啊 可以想到是氧气是这个原因呢 接下来我们带来看一下 Y应该是什么呢 哎 Y又又加水啊 加水 你看Y 是线粒体产生呢 又可以给 液律体用了 那Y就是二氧化汤 OK 就这么二氧化汤啊 然后呢 物质SY就是分别是氧气跟二氧化汤 是不是啊 氧气跟二氧化汤的话 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细胞呢 他们需要通过蛋白质吗 就是讲说这是细胞啊 上面有蛋白质啊 蛋白质哇 然后呢 氧气跟二氧化汤需要通过蛋白质进出细胞吗 不需要是不是啊 它直接创业零子创成 你再你再复习一下 第二张的内容 它直接通过零子创成啊 这个呢 我已经给你们了 就是这个列表吗 就你看一下powerpoint啊 然后atpk呢 就什么哇 这个好容易写啊 例如啊 肌肉运动啊 等等之类的 你可以主动运输啊 你都可以都可以想象的到热能 热能哪里来 是因为能量呢 他这个热能到底来我们的体温 你这个就问到我们体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呢 分解其实这样子 分解那个叫什么啊 那葡萄糖的过程中呢 分解葡萄糖过程中呢 其实他atp产生了32个对吧 因为如果是在是在什么那叫非常理想的状态下 其实不止32个啊 那为什么会为什么只剩下32个呢 因为呢还有一些是以热能的形式上市的 所以我们体温怎么来的呢 就是通过分解葡萄糖得来的了 所以说可是这个热能可不可以算浪费呢 不能够啊 因为他正好又可以维持我们的体温啊 这是他的设计哇 实在是太棒了 OK 然后呢有同学问啊 而sy氧气和二氧化碳是不是都是自由扩散 对的两个都是自由扩散啊 自由扩散的形式来来进行运输啊 两个都是啊 好了 所以说第九第十题情况有问题吗 看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题目为什么要分别啊 哦 为什么要分别 故意弄混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吧 就 可能以为不一样的吧 他就故意写分别吧 好看起来 那个可以重复一下第一题跟第二题啊 刚才不小心跳出去啊 哪一个第一题第二题啊 是什么的 啊 第十题的 哦 OK P 细胞器P啊 哎 你看到P 这个 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可是他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那就最大可能什么呢 那就是 叶绿体 哎 然后Q是什么呢 Q呢 画了像一艘船啊 你可能你看不出的话没有关系 你看一下 哎 能够进行细胞呼吸 什么叫细胞呼吸啊 就是呼吸作用 例如有氧无氧都包裹在细胞呼吸那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SY分别是什么东西呢 S你有看到吗 从线粒体就是进行光合作用之后呢 线粒体运 运输到 那个叫Q 也就是那个叫线粒体吗 可是呢 这个S的话可能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最大可能是氧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把糖类列出来了 对不对啊 单独拿出来 如果他没有写这个的话 S有可能是氧气 还有葡萄糖这两种东西 但是糖类它已经列出来了 所以说最大可能就是氧气了 因为呢 产生的氧气正好给细胞呼吸用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个 线粒体呢 又有一个键号出来 有水 有这水 我们不用理了 可是他又有一个东西叫Y 就Y东西正好又可以给光合作用用了 线粒体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光合作用用了 就 那应该就是只有 二氧化碳了 所以说S的话是氧气 氧气正好从 给线粒体啊 Y呢 是二氧化碳正好细胞会是产生的二氧化碳 又给线粒体用了 给液体用了 其实就这样子了 Y不可能是水啊 因为他这水已经单独列出来了 所以说Y不可能是水了 我看一下还有看下来什么 应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不是啊 我们就在讲 最后一题就结束 今天课有痛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同学可能再留下来 再继续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题啊 哦 我怕来不及讲完了 我可能会加快一点点速度了 等一下 这一个呢 你看 是增核细胞 主要反应就是1234等等之类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物质的变化 一看一下 葡萄糖变成丙酮 哎 这个一号应该是什么呢 糖酵结 然后呢 那产生乳酸是什么呢 乳酸发酵 然后呢 四号是什么呢 哎 有酒精产生 所以说它是酒精发酵 那二号是什么呢 二氧化碳跟水啊 哪个步骤产生二氧化碳呢 就克雷伯式循环 对吧 克雷伯式循环 好 这些我们搞清楚之后呢 我们再来 再来看一下 在细胞质基质中进行的过程是细胞质基质 那就是 一 糖酵结 二 补养呼吸的乳酸发酵跟酒精发酵 所以答案是一三四 就是在都一三四都在那个叫细胞质基质中进行 在线粒体中进行的过程呢 那就是只剩下最后一个没有填到 那就是这个在线粒体吗 这个就是在线粒体的基质中二号 这个是二号吗 另外一个是一 三 四 所以这题上对来说还算比较简单 对不对啊 好 其实我们看一下 那如果氧氧气浓度为A到B的时候 无氧呼吸较强呢 无氧呼吸是什么 氧气越多 无氧呼吸越弱 氧气越少 无氧呼吸越强 对不对 那肯定是A 这个曲线 根本都不用理他 他只是干扰你 什么鬼东西来的 OK 其实是干扰你 只要你记得氧气浓度越低 无氧呼吸肯定是越强吗 这个答案肯定是A 然后这一题答案肯定是A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从图5.3537以及5358 OK 蔬菜饱饭的时候要怎么措施呢 请问OK 537是这个图 氧气浓度要高还是低 很明显的氧气浓度要低 然后温度要保存在多少度 高温好还是低温好 肯定是低温好了 所以说这题题目是这样子解决 还算比较容易 比较难是在12题 有一个有一题可能会比较难 一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图39暗暗反应发生在哪里 它是光合作用对不对 光合作的暗反应是不是 不是啊 光合作的暗反应就在夜律题 里面说是夜律题的机制当中是不是 OK 然后呢 大A大B分别是什么呢 你看一下 A在这个圈圈里面 C是外面加进来的 可记得吗 那个暗反应就靠我们循环 什么东西从外面加进来的 那肯定是二氧化碳 所以C肯定是二氧化碳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我们知道C是外面加进来 一定是二氧化碳 A一定是RUB 我好难写 真的是受不了了 RUBP RUBP 这样子的话 可是他题目问的是A B 我们知道A是RUBP C是二氧化碳 这个到底是PGA还是PGAL呢 这里应该是PGAL 为什么 我知道我们知道这是PGAL 因为它会变成什么 从全权示范东西出来 第一是葡萄汤来的 因为它这个全权就是为了产生葡萄汤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第一是葡萄汤 这样子B就是PGAL PGAL中文名字是什么 磷酸甘油泉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 你回去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PGA了 好 所以是这么判断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PGA了 好 所以说这题就这样子解决了 你就要对暗反应能够理解的话 就没有问题 接下来关照强度 温度怎样影响光合作了 关照强度越强 肯定关合作异又强 可是到了一定程度 它就不能继续 我就不花时间讲 因为这个课本是蛮直接的答案 然后可以出现CB这个阶段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把这查掉 图3.61 为什么会出现CB这个现象 就是你看随着温度的上升 关合速率 哇好快 到了最后的CD 因为温度太高 影响 煤的火星 所以这题到了这题可能还好 就是影响煤的火星 接下来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了 PGA是3 有人说PGA是3碳 还是4碳 PGA是3碳 有看到吗 3个碳 3个碳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请根据图3.60就是这张图 关照长度影响关合中的这张图 画出A的时候 A的时候不同温度下 关合 他要你根据3.60 画一条曲线在3.61这里 这条曲线是什么 A这个点的时候 A这个点的时候 关合速率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张图 可能 首先 A这个曲线 他这里是虚线 就是A是一个点 就是A其实是这个点 我把它图带给你 A其实是这个点 能够理解吗 A其实要讲的是这个地方 就这个这个时候 随着关照强度 他只是很弱的时候 请问 10度的时候 20摄氏度的时候 以及30摄氏度 这三个温度的情况下 关照为A的时候 他们反映速率一样吗 从这个曲线来看一下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不论你是在10度 20度30度 关照强度实在是太弱的时候 它弱到A这种程度的时候 不论你现在是把这个指图放在10度 20度30度 关照强度只有A的时候 它关和速率都全部一样的 有没有发现这个 据说不论10度20度30度 关和速率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你把这个A这个点 要怎么划到取这里的温度影响 温度对关照强度 如果对A点有没有影响 不论10度20度30度 它关和速率就是这样子 只有温度对A点完全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这样子的话A点 A点的话应该怎么划呢 OK 我们就从这里来看 这温度是10度20度30度 假设说光和OK 10度的时候光和速率在哪里 在这里对不对 在这里 看得出来吗 10度的光20度的时候 光和速率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没有 30度的时候光和速率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也没有 所以我把这东西擦掉了 我看一下 所以把这个点移过来的时候 它就这样子 10度 20度30度 完全没有变化 因为关照强度实在是太弱了 它最多只能够直直的一模一样了 好了 接下来我就剩下12分钟 因为等下我两点还有一个讲座 就是我会参加那个讲座 就已经半年了 老师 老师你讲那个P是三碳 中间 P 我们看这里 因为它结构有零这个结构在里面 应该是指零酸还是零的结构 并不是指它是看这里 PGA是三碳结构 我们看这个地方碳有这三个 这是PGA PGA 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其他没有同学没有问题可以下键 就不用再等了 不用再等 好 谢谢你们来出席 记得明天来测验 好 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的话 我问题留下来再继续 好 其他问题的第三个问题 你可以再解释一句吗 因为温度太高 那么它已经有意义了 哪一题呢 选择 选择第三个问题 选择第三个问题 不是不是 这题 这题 这题的什么 这题的第三个问题 哦 这题比较哪 第三个问题 哦 可以 我们围起来看一下 诶 这张图呢 你看一下X轴是温度 X轴是温度 Y轴是光合速率 为什么温度会影响光合速率呢 因为呢 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温度会影响煤的活性啊 对了 然后呢 温度太低的时候 煤的活性低 所以说光合速率也比较低嘛 然后许着温度升高升高继续升高 煤的活性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可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你再继续升高温度呢 煤的活性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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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反应速率也下降了 所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煤受到高温影响 活性下降了 如果你再继续提高温度啊 可能六十七十度 可能煤都变性了 都是煮熟的鸡蛋 这样子的话 就变固态什么 就不能够进行反应了 好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普通问题吗 因为海平差不多要看哪一种煤 可能五十度开始也许会有少量的煤 开始变性了 这个要做实验才知道 因为每种植物不太一样 每种植物不太一样 所以说可是如果曲线画到这里 才要到这里才会完全变性 如果它正在下降 可能有少量的正在变性了 这个五十度的时候有少量的正在变性了 如果画到底下的话 就表示说一本全部的变性了 一定要接触到零点的时候 光合数率降到零 为什么会降到零 所有的煤都变性了 好 我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对话 有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还是不太明白 对啊 低温光照又弱 低温光照又弱 光合数量不是更难进行 对啊 对啊 就低温光照又弱 光合数量不是更难进行 这句话是对的 是对的 那你是不是要问为什么 是不是要问这个地方吧 是吧 我看一下 你应该是要问的是这个吧 就低温光照下 确实是 但是呢 是在光照强度正常的情况下会影响 你有看到这个地方吗 我把那曲线画的话 他其实是这样子的 光照强度弱 光合数率肯定弱 所以说温度低 光合数率肯定低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冲曲线看 谁就光照强度增加 他因为温度只有10度 他最多只能够达到光合数率最多只能够达到这个点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温度提高一点点 假设提高30度 你看光照强度增加 温度我们一直在30度 你有没有发现他最大的光合数率增加了 对不对啊 最大光合数率已经增加了 所以说光照强度会影响会影响吗 会温度会影响吗 会但是呢 是必须在超超过这个地方啊 光照强度很弱很弱的时候啊 基本没有分别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 就是基本没有分别 就是在在这个红色这条线之前就是这个区间呢 因为光照强度实在是太弱了 这时候真正的影响因素是光照强度了 这时候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光照强度 而不是这些这些变成比较次要的因素了 这时候因为光照强度实在是太弱了 结果你不能放10度20度30度啊 他都一样的 因为这时候真正影响的是光线 光线啊 OK 我看一下还有还有什么问题吗 当时60只写到30度 没有问题啊 就我们再来看一下图61的A线长的什么样子 哦 A线长的这样子啊 因为呢 A这个点呢 从头到尾 20度的时候多少啊 在这个点 20度的时候也在这个点 30度的时候也在这个点 只有他从头到尾 光合速率没有发生过变化 这样子的话 光合速率在这里画的时候就画一条直直的线了 10度20度30度都一模样 光合速率平平的都是一条直线来的 不论10度20度30度就画在这里了 然后我接下来看一下还有什么 老师可以讲一下这题的第二吗 这题的第二啊 三点六点第二我们看一下 哦 光照强度怎么影响光合 就像其实你就是解释这张图啊 你可以 因为我怕时间来不及解释了 我就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第几面呢 其实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一下137面的解释吗 其实他解释就是你可以解释说 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 光合速率逐渐增加是不是 可是到了一定程度呢 为什么不再增加了 因为所有的液滤体以及煤都参与反应了 然后呢 那温度怎么影响光合速率呢 在一定范围内 记得一定是在一定范围内 随着温度的上升 光合速率怎么样呢 光合速率也上升了 OK 他就这么解释了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昨天发给你们的powerpoint 昨天发给你们了 因为我现在呢 要下线了 因为我两点有一个想做不能迟到啊 所以看一下 再讲一下第九吗 第九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未花很多时间了 哇这个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释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释了 就可能不好意思啊 老师为什么 老师为什么第八题是用氧气来比较 哦 哦 因为 厂生呢 怎么讲呢 那个叫 请问 这题可能还比较短一点 就是 请问光合作用的时候 所示范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A B 是示范出来的物质 那示范出来的物质是什么呢 应该是 氧气 所以说用氧气做比较是这个原因了 好 各位同学真的非常抱歉了 如果还有问题 我们下次课可能可以再安排一点点时间 可能讲解一下 也许是第九期啊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 我看看怎么讲解吧 好不好 因为我真的真的要得走 今天时间比较紧的 比较紧的 不好意思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第九期 可能以后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